文化里面有一件事很重要 因为一般如果你让人家比如输入资料好了 那一般其实他直接在以色谷输入一个缺点就是 你以为他应该输入什么资料 结果他们输入完回来的资料 都不见得是你要他们输入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格式不正确 有的是输入的资料 完全不是应该输入在某个栏位里面 或者多出一些什么不应该输入的资料 你会觉得非常头痛 所以建议如果将来你假设比如说你要学校老师帮你输入一些成绩的话 尽量还是让他怎么样有一些规范 那这个规范要怎么建立比较好 我还是建议你可以设计一个表单 类似像这样的表单 一个萝卜一个坑怎么样让他输入 输入完之后呢 让他新增 另外还有就是说 当他输入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做一些防呆的机制 所谓的防呆机制就是说呢 他如果 输入的成绩不是在零分到一百分之间 你要让他知道你不能输入这个东西 所以 你要想到一些可能他会 犯的错误 你先预先做逻辑判断 把它挡下来 那这样的话 你来的资料呢 就完全不用再花时间 去检查了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预先 就先把资料检查好 那之后你再处理资料 就会简单许多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花了太多时间都在检查 那个叫road data 就是 原始资料的错误 光是整理 那个资料来说 就花了太多时间 为什么 因为前面没有控管 后面就发生问题 尤其是很多跨 县市的 就很多分公司 或分店 都一样 反正来的资料乱七八糟的 你要花时间去做 我想应该是 蛮多人的一个共同心生 那之前就有一个 同学 他说他是在 公卖局 他有500多个 竞销商 以前也是给sale 让他们输入 就回来资料他要花非常多时间 每一个每一个去检查他们的错误 后来他就用表单控制 限制他们哪些能输入 哪些不能输 他发现 自从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省下太多的时间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用再检查了 反正一定是对的 OK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 如何设计一个表单 并且 把输入好的资料呢 我们做逻辑 直接帮我填完这四个 按下新增做什么 帮我把它输入到最下面一笔 有没有 那另外呢 平均成绩呢 可以怎么样 自动产生嘛 因为这三个 相加除以3不就好了 这个的话呢 我们之前有写过一个 制定函数嘛 你可以呼叫 表单里面也可以呼叫那个制定函数 这个也可以呼叫那个制定函数 比如说我们有个成绩函数 跟成绩多重函数 那你可以呼叫 这两个函数 帮你把结果丢到 这两个储存格里面 OK 那我demo一下 给各位看 大概知道逻辑吧 所以基本上 第一个表单可以 可以让输入 它更加的怎么样呢 自动化 第二个可以限制错误 然后可以筛选 这个资料的 的正确性 第三个怎么样呢 把 Essale当资料库来用 基本上呢 现在Essale就是 来当资料 以前会写到 可能资料库 某一种资料库 不一定 反正SS 或 MSC Core Oracle 买一堆资料库 我们以前是写一个界面 把它丢到那边去 但现在不用 直接丢到Essale就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是把 Essale当资料库来使用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没有人就不行 当然最后你也可以汇整 比如说Essale的资料 可以再把它汇整到资料库里面去 当然那个又是另外一个部分的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知道逻辑吧 我们所以等一下要学习的 1 把这个画面做出来 2 把这些程式写出来 这个怎么做 我想我们按 我先demo给各位看 1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人 叫AAA 这个 然后他的成绩就是 打一个成绩给他 Enter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还蛮顺的 然后直接按一个新增 那新增应该怎么样 帮我把这些资料 填上去 算出后面三个 然后这边在清空 游标再回到这边来 这样感觉很流畅 有没有 而且这个是自己写的 全部都可以自己设计 会不会很困难 其实我觉得倒还好 那这样子的话 举凡一下一些 净销存系统 其实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来写 所以很多人买了 净销存系统回去 难用的要命 又 又没办法 买了花了钱 又不舍得不用 但用又用很痛苦 所以怎么办呢 我还建议干脆 你要找人家写 公司太小 规模太小的东西 人家不愿意写 因为金额太少了 怎么办你干脆自己来设计算了 所以我们 现在就在讲 该如何设计这些东西 还蛮好用的 你要按一个新增 我们看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把什么 最后一笔 一样 把资料输入进去 然后呢 你会发现里面又清空了 游标又回来了 那当然你还可以再 输入下一笔 再输入下一笔 再输入下一笔 OK 那好像有一个bug 哪个bug 输入好像应该第7 结果他输入到第6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好像少做了一件事 加1 追踪到最下面一列之后 忘了加1 他会把什么 最下面一列 盖掉 这个是程式 再弄一下 再来一下 这个加1应该就可以了 再来BBB 然后他63 随便输入几个成绩 好新增这个应该就正确了 只是说后面这两个我好像还没写 另外呢如果资料完全没输入要防呆 看一下有没有防呆 另外还有什么呢输入几个资料 假设说我输入的资料是110分 这个应该不对 怎么办呢 应该 输入的时候呢 就先告诉他说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 把它删掉 重新输入 对 那这个是 -20分好了 假设我这边输入正确 新增 有没有他又判断出错误了 把它清掉 油标放这里 有没有感觉 就会 可以防止那个使用者输入一些不应该输入 所以如果全部你都想到的话 那基本上你几乎可以不用花时间 在检查资料有没有错误了 因为资料一定都是正确的 好 那么按部就班来看一下 该怎么做 那这个地方 1 请各位 设计 像这样的一个表单 那如何设计 我们 我先把这个先关掉 我们重新来过 我从那个完全没有开始 1请各位 那个 Visual Basic 2的话呢 请各位在 这个 这个任何一个地方 插入一个 制定表单 那制定表单 它会自动出现什么呢 一个所谓的那个表单 的 一个群组 一个资料夹 然后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画面出现 那待会我们要做的事情 都在这边做 做什么 基本上呢 各位可以参考那个云端上面 这边有一个画面 里面大概就是 其实参考这个上面这个画面可能会比较清楚一些 大概 这个画面 里面的话大概 我们会需要把 前面 这个名称 加上去 那做法我习惯是 第一个插入一个那个表单 制定表单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的习惯是 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诀窍大概是这样 那由外而内 什么叫外 外的话 实际上就是外面这个表 这个叫表单 那第一个请各位设计 三个 三个地方 第一个 Name的部分 请你把它改成 Home 因为我习惯 主表单就叫Home 因为我们现在 本来叫userfone1 把它改Home OK 这个叫Home 二的话 把左上角这个名称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叫做 什么 成绩系统 比如说成绩系统 这四个字 要输入到左上角 请你找一下属性里面 这叫属性 里面有一个叫userfone action 输入什么呢 成绩系统 打错了 成绩 OK 好 Enter 各位发现 左上角 改了 第三个的话 把底色 改成什么 绿色 指的就是说 这个表单的外观 还有它里面相关的数据 那我们找到back color 把它改成 表色盘 里面改成 浅绿色 OK 第一步就完成了 所以 由外而内 外面OK 里面的话 再来就是 里面是由左到右 所以 一 二 三 那这三个部分 会分别是 标签 文字 栏位 然后按钮 那我们会用到总共有 这个 工具箱里面的 标签 文字方块 应该文字方 按钮 就是命令按钮 OK 所以呢 工具箱里面 不是全部都会用到 只会用到三个 那怎么做 一 用这个标签 等一下 拖拉 二的话呢 把它里面的caption 改成什么 改成姓名吧 那当然这地方 总共会有 需要帮它填 四个栏位 所以第一个 字的大小的话 就是phone 记得旁边有个小按钮 点一下 大概字的大小18好了 大概这么大 把它往上拉一下下 然后呢 底色的话 看要不要变更啦 以这个为参考 我底色是 换成一个灰色的 那你可以把back color 改成 调色盘里面的灰色 大概这样子 好像太灰了 因为调颜色 不是我的专长 所以你们反正就自己再调一下 反正你觉得 OK颜色 或者 相近色 这样 怎么调不好 随便 反正知道 调颜色 OK就好 不然你会发现 有些 设计师 没有美感 设计 的界面 真的丑到不行 你看就知道是 工程师设计的 不过我们 重点不是 摆在那里 OK 不是颜色 给的太少 这样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 视若拉至中 其实就是什么 这边有个 Test Test 文字至中 因为这个我们常同学问到 若拉至中 Vab 变成Center 好 那底下呢 还有 总共有三个 所以如果说 你在拖拉 再产生一个的话 其实很浪费的时间 最快的方法是 你就把它复制贴上 Ctrl C Ctrl V 或者是 拖拉 按Ctrl 键 拖拉Ctrl 键 复制贴上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但如果说你拉的过程当中 没有整齐的话 其实你可以选举这四个 然后在 和式里面有个对齐 对齐里面有个左缘 有没有 按下去 那 兼具不OK的话呢 垂直兼具 设为什么 相等 然后OK了吧 第1个 左边OK了 名称 这个再自己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 什么 这是应该是数学 答案考核 那如果说你要拖揽的话呢 其实可以把这边 Ctrl C 然后 再切 取胶再切到这边 自己再把它贴上就好了 反正就是这几个字就对了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1234 再来的话就是文字方块 把它拖拉一个 好 那你先再调一下 大小 以某一个当基准 以这个当基准 然后就Ctrl 键按住 两个 三个 四个 OK 应该还蛮准的 就不用再调了 如果不准的话 请注意一下 你可以这样 一样去格式的对齐 一样是垂直间 设为相等 好像你看 因为我这个 以前每天在做工作 所以做得非常精确 密切按钮 再把它 拉一个 然后呢 这个地方做法差不多了 就是底色看 要不要改一下 改成这个颜色 然后 Caption 就是 新增好 上面的字 字大小呢 一样改成大概18好了 跟那个差不多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完成 如果说你这个 位置 太左或太右 你可以让它一起移动 大概一下 然后呢 再把这个 把它移动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很快 其实说真的这个 跟小话差不多了 不困难 只是说你要注意的就是说 如何利用格式里面的对齐 去把它做调整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试看 第一个特别要按右键 插入那个什么 设定那个表单 那我讲过 由外而内 先把那个表单 做三个设定 一个是名称Name 改成Home Caption 改成成细系统 底色的话呢 改成绿色 可以参考 云端上面的相关设定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